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脑梗发作的时候往往都是毫无征兆的 但是一旦发作起来,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严重的损害 甚至直接威胁到我们的生命 如果本身患有心脑血管疾病,那么脑梗的患病几率就会更高 在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人数一直在逐渐的上升 根据权威报道,世界范围内新增的脑梗患者将近50% 都是来自中国的,这已经是一个必须要关注的严肃问题 很多人感觉自己平时的生活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 为什么就莫名其妙地患上高血压、高血脂、甚至是脑梗呢? 其实,这与我们日常饮食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脑梗呢? 一般出现脑梗,都是因为一些杂质或者是垃圾堵塞血管 也有再者就是血管狭窄 引起大脑的部分出现了脑血供不足的情况 从而引发脑组织坏死 就是我们口中常说的脑梗 基本上出现脑梗的人群 大多数都是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基础性病患者容易出现 如果患有这些类性病的疾病,很容易成为脑梗的发病人群 其实患上这些疾病,往往与我们的厨房中三种常见的调味料有很大的关系 无意间会收入大量的盐分 就容易导致我们患上高血脂等心脑血管疾病 日常生活中,很多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都知道盐收入过量的危险 所以破认的时候都会减少盐的食用量 我们收入的盐分,很多时候不只来源于盐 也来源于其他的调味料 除了盐之外,我们应该关注下面三类的调味品 这三类的厨房调味品比盐更可怕 第一个就是酱油 酱油这个调味品我们经常使用的 很多菜中都会用到酱油 豆瓣酱等调味增香提鲜 味道确实是很不错的 但是我们也忽略了一点 这些酱油大多数都是含有大量的盐 就是含有大量的钠 我们都知道 盐是多了就容易导致高血脂的问题 很多人做菜的时候会选择少放盐 但是这些酱同样也会含有很多的盐分 一定要小心的食用 不要把盐固然太多了 第二种就是味精 味精成分都很简单 主要是骨氨酸 骨氨酸钠盐 骨氨酸是组成蛋白质的一种氨基酸 像我们每天吃的肉蛋 豆制品等食物 都会有大量的骨氨酸 可以经过消化分解被人体吸收 而钠离子 不得不提到我们每天吃的盐了 和盐是一样的 味精和鸡精中含有很多的大 所以中国居民上是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承认每人每天钠的含量不超过两克 相当于约六克的盐 现在重视健康的人很多 都会刻意地减少盐的摄入 却往往忽略了鸡精味精中的隐形盐 专家提醒了 味精作为一种调味料 可提鲜 但是钠的含量很高的 日常生活中 很容易就会摄入过量的钠 从而酿成了健康的隐患 高钠饮食不仅会带来肥胖 还可能会增加糖尿病 高血压和冠性病等患病的风险 中老年人和幼儿不能吃太多的 难道鲜美与健康真的不能共存吗 其实是可以的 我们平时吃味精的时候 也要适量地加入 两个小鸡脚可以放心地吃 出锅前再放果然酸 那常温下 80度左右溶解时最好 纤维此时最阻大 因此不管是炒菜还是炖汤 都不要过早地放入鸡精和味精 淋出锅再放就可以了 加醋不加味精 烹饪糖醋排骨 糖醋与醋溜排骨等食物时 最好不要加入味精 鸡精 酸性食物中加热 更容易产生胶果 氨酸钠 不但没有鲜味 还会产生致癌物质 对人体无异打 三 需要控制量 氨酸对人体安全摄入量 是每天每公斤体重30毫克 对于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 相当于每天不超过1.8克 大概就是半汤匙的料 先是我们做菜的时候 也可以适量的加点自制汤 均汤类的提鲜 减少味精等调味料的食用 第三 食用油 老话说油多不坏 有些人吃素食的时候 也喜欢放一点油 但是事实上油的热量是比较高的 并且主要成分是脂肪 大量的脂肪摄入 容易导致脂肪在我们的体内堆积 容易造成肥胖 高血脂等心脑血管疾病 日常生活中 做菜还是要少放一点油比较好 一旦患上脑梗了 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通过饮食养生 避免患上脑梗 一定要格外小心 防止以上调味品吃得过多 我们可以多吃以下这些食物 能够帮助你预防脑梗 第一个就是大蒜 大碳中含有甲鸡丙烯三流 能够降低密度胆固醇和甘油三脂 并且预防血栓的形成 第二就是苹果 苹果富含果胶 纤维素、花青素以及维生素C 可以降低密度胆固醇 提高低密度胆固醇 第三就是木耳 木耳含有高量的纤维素 胡萝卜素 抗凝血因子的作用 第四就是海带 海带中含有特别丰富的 盐藻多糖 昆布素类物质 具有类似甘素的活性 既能够防止血栓 又能够降低胆固醇 止蛋白抑制动脉中央硬化的作用 第五就是茶叶 茶叶中有茶多酚 而茶素能够提高机体的抗氧化能力 降低血脂 缓解血液中的高凝固状态 增加红细胞的弹性 缓解或者是延缓动脉中央硬化 所以平时食物喝一点淡茶 可以软化动脉血管 第六就是洋葱 洋葱中含有前连腺素A和虎皮素 是物质属于强而有力的血管扩张器 能够增加冠状动脉和 没消血管的流量 预防血栓的形成 日常生活中饮食一定要注意 不能吃食物一定要少吃 多做一些运动 少食多餐 这样对学生也特别的好 特别是厨房里面的食材 盐 味精 鸡精 酱油 老抽 蚝油 醋 这些代言的材料一定要少放一点 每天每个人不要收入六克的盐 小孩呢就要更少一些 好了家人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所帮助 请你帮我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 变得养生知识 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